45岁的沈英是地道的上海人 从2008年开始热衷于收藏变形金刚 至今已有12年之久 在业界也小有名气 近日中心社记者来到沈英的家中 实地探访了她的收藏室 在这间50平米左右的收藏室 记者看到靠墙摆放的柜子里 密密麻麻摆满了变形金刚 沈英说 其实最初收藏的想法 和大多数男孩子一样 完全是为了原儿时的梦想 说实话 这个玩具对我来说 只是原小时候的心里一个梦想 它完成的是我这方面的怨念 很纯粹就是喜欢变形金刚 喜欢它当时带给我的儿时的震撼 那个小时候我们没有什么动画片看 也没有这种科幻类题材的东西 可以看 但是我从小就喜欢这种科幻类的机器人 就是可能很多男孩子都喜欢 沈英坦言 小时候由于家庭条件限制 没能如愿买到这些变形金刚 直到工作以后 有了时间也有了条件后 才下定决心收藏这些 让它为之迷恋的机器人 他说 在收藏的400余件变形金刚中 印象最深刻的当属晴天柱了 非常让我记忆深刻的其实是这款经典的限定的透明晴天柱 这款晴天柱呢 在当时的时候主要让我深刻的是价格 一款经典的普通版的晴天柱是200多块 当时它要买1200 那因为喜欢嘛 所以就下手买了 其他的 还有就是探长 我收了大概有10个 目前我大概的数量 我还真没怎么算过 我毛孤孤的话 400多件有的吧 沈英介绍说 他们还有一个变形金刚收藏爱好俱乐部 每周都会聚在一起 讨论研究和新进一些新款产品 时间久了 工作和生活都离不开这些产品了 我们还有俱乐部每周都会有活动 就一群老男人会在一起讨论哪些好玩 哪些有新鲜的东西要出来 像我们这个年龄 不会特地去拿一个我要变一下什么 就像我会抽时间会拿几个出来 去我的影棚 然后把它拍 在拍的过程中 我会去把玩它们 我的工作室的桌子啊 柜子上面都会摆满玩具 然后我过一段时间也会清理掉一些 换一些新的上去 他们是我生活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 看不到它们我就觉得不习惯 采访中 沈英粗略算了一下 截至目前 收藏的这些产品 总共耗费近30万元人民币 而眼下 她不仅热衷于收藏这些产品 对它们的构造设计也开始情有独钟 自2019年开始 沈英对于机甲类的产品也开始大量收藏 甚至耗时一个半月 自己动手组装喜欢的产品 远赴日本参展 这款的配件都是我从各个其他角色的身上 收集过来 然后重新单独这么配置的一个角色 是独一无二的 然后我要带着她去参加了 2019年日本金刚模型展 作为中国的一个参展房 这个是很有意义的一个角色 是我很喜欢的一个科幻机甲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